人妻成情为鉴纠纷 尽遭议员助理车内性侵 向议员成情 没想到尽遭到议员助理性侵 高雄某议员助理真是有够恶劣 一名人妻提告指控 他三年前向成情房屋增鉴纠纷 找上高雄某议员成性助理 承担提出假借讨论案情 开车载人妻到金师湖附近停车场 对他摸胸还止轻 吓得他大喊 他最后扬言要报警 成楠才停手 人妻回家后不停大哭 又因拒绝丈夫刑防 丈夫不停追问 他才说出实情 被害人报案起诉后 成楠在法庭变称 是他在车上讲道哭了 他抱着安抚 手碰到对方胸部 就顺手伸到内裤摸 一毛约五秒 女方说不要 他就停手了 没有性情 但因被害人事后 曾打电话给成楠录音搜证 电话中陈楠表示 保六千道歉 二十五年来参与政治 刚好做错你这件事而已 法官沈卓 陈楠在电话录音 坦诚做错事 并非遭到诬陷 且被害人当晚就看身心科 被诊断出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及忧郁郁症症症状 翻译符合性侵害被害人长情 一二审都判他四年徒刑 中新闻综合报道